字幕整理由 wow! 食物都会出来了 脱口罩先 喂喂喂喂 等等 你脱口罩就知道吗 是吗 是呀 脱口罩都要注意卫生 各位家长、小朋友 我今日准备说一下 脱口罩和戴口罩 如何为止正确 首先脱口罩 如果脱口罩 要碰上兩條繩子,慢慢拉出來 最好找兩張紙巾 放在紙巾上,另一張就蓋住 然後要吃東西,也要用酒精搓手液洗手 吃完食物,又如何呢? 又不厭其煩,再用酒精搓手液 再塗上你的手,洗乾淨手 原來戴口罩,也要注意衛生 首先拿回剛才的口罩 記住,不要碰口罩的表面 最重要是碰繩子 一般的口罩,有上下前後的分別 首先,一般口罩上有鐵線 鐵線位一定是向上 至於前後是如何分配的呢? 通常你會看到外面的葉子 即是外面有些葉子 向下的時候應該是向外出的 即是你會看到這個葉子 我們拿著兩條繩子 慢慢戴上去 沽著耳朵 好了,如果發覺有時候 因為口罩和面型的關係 因為大小可能不適合 如果你說口罩太大 那時候怎樣呢? 我們可否打交叉這條繩子 就不好了 你要把繩子的最後 你可以在最尾這裡打結 這條繩子就短一點 這樣便會適合你的面型 如果是一般的,如果是適合你的面型 記住,不要觸碰口罩 蓋住耳朵 然後按一按 鐵線位跟著鼻樑的位置 然後拉一下下巴的位置 要貼住 按到它貼實 按鐵線 然後這兩邊也是 盡量按著它貼住 不要讓它漏風 這樣便是正確戴口罩的方法 希望大家有健康的身體 拜拜